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,中国宫斗剧《言喜攻略》播出以来,掀起一波波热潮,演艺圈中不少明星也跟风追剧,就连于天儿子于湘泉也深陷其中。 他二十日突发奇想,将自己屁图成古代妃子的扮想,只见他裸上身躺在床上,脸颊潮红,咬住棉被,还娇滴滴地盯住镜头,更称自己是拳妃,照片曝光后,却让网友忍不住直呼,拳头应了入戏太深的余香拳,先是自嘲,来人阿拳,拳,不拖下去杖则八十乏入心者库。 这张妃子躺床照引来不少网友笑亏来人,给本宫拿下,皇上表示,照臂,这只会让皇上拳头狠,硬,打入冷宫楼啦,也有人调侃皇上应该会先给权妃一拳,于湘泉则幽默回复,权妃没那么瘦弱的,在网络上引起热议。 余香拳将自己P图成拳飞,翻射自脸书,李玉玺也曾搞笑将自己的脸P到严席攻略女主角脸上,翻射自IG。 了,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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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 你